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有很多原因 我是个怪物 我听人说过 你们魔教的人 会利用赤影蛇毒 来增加自己的武功 你怎么知道的 哪来北网的客人那么多 我难免会听到一些 你也服过吗 对 难道不能解吗 不能 可是我看你的身体 并没有什么不妥 赤影蛇毒 会潜伏在我的身体里 只要有同类的召唤 它便会毒性发作 也就是说 若是有一条蛇出现的话 你的身体 就会把持不住 就算是吃到了蛇蟲 蛇蟹 也会发缩的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在想这大漠里 一定有一株珠原月莲花开了 什么 大漠里面有一种花 每年只开一次 从花开到花落 只有一个时辰 所以很少会有人看到它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花开了 你看你的衣服 这是什么 珠原月莲花的花粉 花开的时候 花粉会洒向天空 方圆百步的地方 都会沾到这个花粉 喂 喂 喂 你要干什么 若是你在大漠上 沾染了这花粉 那么天狗身上也一定会有 我去调查一下那几个人 相信很快 就会有结果 那花粉很难看清楚 你怎么查 靠近他们 你难道忘了吗 我是一个舞女 想要靠近男人 绝对不会是一件难事 只要靠近他们 像我们现在这么近 我就一定能看得到 你不用担心我 这次居心不良的人是我 我不会有事的 崔弄 你在万马堂做了五年的暗谈 你该还的债已经还清了 这件事过去之后 你答应我 离开这里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现在就答应我 我答应你 好 听我们说一行 走 快点 炸 叶少侠 听说你在追查天狗的下落 可有进展 时而一头雾水 时而柳暗花明 爹 那你们先聊 我先回房间了 等等 叶少侠 我早就料到万马堂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预先设了一条通往关外的密道 你现在就从这条密道里离开万马堂 马大老板 是要给我搅底抹油啊 我要你帮我带走一个人 灵儿 来 爹 你这是做什么 把我女儿带走 走得越远越好 去你想去的地方 马老板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我在江湖里面摸爬滚大了这么多年 我看到最多的事情 就是撑忙败寇 爬得越高 摔得越重 你到最后才会发现 你这辈子追逐争夺的东西 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但江湖就是这样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已经没有什么舍弃不掉的东西 我一心疼的 就是我女儿 爹 灵儿不会走的 我已经决定了 灵儿虽然已经嫁给了慕容家 但慕容明珠已死 她还是个清白姑娘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 给你们举行个仪式 让你们也好有个名分 灵儿就交给你了 马老板 这事恐怕我不能从你 怎么 你看不上灵儿 我记得昨天 刚刚接到您一个差事 今天第一个差事还没有做完 就又接到您第二个差事 那我岂不成了掰棒子的狗熊了 这不是两件事 是一件事 娶了它 你才能更好地保护它 我知道魔教和中原武林的恩怨极深 不管你跟天狗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马小姐都是无辜的 我之前答应过你 要保护它安全 我就绝不会失言 但外面那些宾客 同样也是无辜的 我不能坐视不管 可你只有两只手 你能保护得了他们吗 进攻才是最稳固的防守 我一定会抓住天狗 不再让它请凶 我一直相信 没有江湖的太平 就没有人的太平 叶开啊 我真是佩服你的气度啊 若干年之后 你一定会成为江湖上 响当当的人物 如果你早生二十年 也许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 马大老板 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人带走你的女儿 但那个人不是我 也许有一天我会牵着一个女孩的手 浪几天也不 但那个女人也不会是马小姐 告辞 小燕 你太仗义了 原来你心里想的还是我 你说要带我去浪击天涯 你耳朵聋了 人家说要拉着一个姑娘的手浪几天涯 又没说是你 你静一叫一个姑娘啊 怎么不说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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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我 我说什么来着 你老毛病又犯了吧 我 所有的线索就在这儿呢 在这里 我都列上了 你说话的声音真好听 你说不是病了呀 何止是病了 简直是病入膏肓 等这事完事之后 我给你找一个郎中好好看看 不用 我就能替他给治了 你敢 现在还汇集进医 就是病入膏肓了吧 行了 小燕 你别管他了 赶紧说吧 婚宴上 天狗上演了一出 瞬间十三刀杀死慕容明珠的戏法 他之所以使出十三刀 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 但杀飞天蜘蛛的时候 是在外面没人看见 大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但他还是用了十三刀 这样 就反而显得有些多词异曲 难道这十三刀 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也是这样怀疑 所以我让丁姑娘去查看了一下 飞天蜘蛛的尸体 丁姑娘 你一定有所发现吧 飞天蜘蛛的尸体呢 我已经检查过了 人活着的时候 皮肤是有弹性的 所以 受到力气割伤以后 伤口周围的肌肉会收缩 他的皮肤是会外翻的 可死人就不一样了 他的皮肤失去了弹性 所以不会有什么异样 我检查了飞天蜘蛛的尸体 他的十三处刀伤当中 只有一处是外翻的 其他十二处 就没有这种现象 这就说明 那十二处刀伤 是他死后被夹上去的 这事就奇怪了 既然能一刀 就致命飞天蜘蛛 为什么还要补上 其余的十二刀呢 有一个可能 恐怕这些刀伤 是为了掩盖一些东西 可是我检查 飞天蜘蛛的尸体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异样啊 有一个地方 你肯定没有查 什么地方 就是老蜘蛛的右手 可是他的右手 早被砍掉了 难道飞天蜘蛛临死前 他对右手抓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甚至是能找到天狗的重要线索 所以他才被砍手的 恐怕 这些刀伤都是为了掩盖一件事情 那就是 砍掉右手的这一刀 如果只砍掉手臂 那么这个尸体肯定不会被人怀疑 如果把砍掉手臂的那一刀 混于其他刀伤之中 就很容易忽略过去 那飞天蜘蛛的右手当中 赚的是什么线索呢 我刚刚去了大漠一趟 运气还不错 找到了老蜘蛛的右手 那这右手当中 到底赚的什么呀 什么都没赚 那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 没白忙活了 老蜘蛛的手指缝中 我发现了一些暗红色的血迹 指甲里难道有血迹 是的 老蜘蛛并非等闲 它的兵器就是一双 在毒物中浸泡了几十年的毒爪 我在想 飞天蜘蛛在临死前 一定跟天狗大战了一场 虽然天狗杀了飞天蜘蛛 但天狗却被它的毒爪抓伤了 好 你 你是 为了 你 你 你 来 啊 原来天狗也有遭毒手的时候啊 它怕别人知道自己受了伤 所以就砍掉了飞天之珠的右手 是吧 小燕 那天狗真是命苦 飞天之珠常年练习毒攻 它的双手早已被毒药侵入 如果它真的抓伤天狗的话 即使当场不致命 可是后来毒药会慢慢进入伤口 吞噬它的生命 我想天狗这会儿 应该是命在旦夕了吧 也许已经死了 死了 你们还记得刚刚死掉的桃花娘子吗 桃花娘子 我仔细检查过它的尸体 它的右手上 有一个不易被发现的伤口 已经开始溃烂了 你的意思是说 桃花娘子就是天狗 恐怕它只是扮演天狗的其中之一 我在想桃花娘子之所以被杀 是因为它的同伙 害怕它被毒爪抓伤的伤口 毒发而暴露 所以才会杀它灭口 那 那它们有多少人呢 头目又是谁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我能感觉到 我们已经离它越来越近了 现在桃花娘子已经被人谋害了 那我们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你忘了 我说过 有时候死人也会说话的 你又想什么话呢 我想到一条妙计 可以让死掉的桃花娘子 张嘴把它们叫出来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自己有那么大的压力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会想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等到这些事情都解决以后 你会不会带我走 流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发生的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事 我相信我会说 你会不会忘记 你会忘记 马空拳大 马家的人哪 就是啊 我们一天都说了一天哪 是啊 怎么回事啊 出来啊 小子走了 各位大侠 诸位都是一方豪杰 此次前来是参加大小姐的婚礼 本来是个喜事 我劝各位稍安勿躁 既来之则安之 活在人世什么好 说生死了就死了 亲人朋友都不知道 亡人已过奈何桥 奈何桥啊 奈何桥 活在人世什么好 说生死了就死了 死了 死了 丁玲玲 还嫌这儿不够乱 还在这儿添乱 赶紧把那些死人弄走 丁大少爷 别一口一个死人好不好 福家说 死呢 是生的一部分 谁都有那一天 等万一哪一天你不走运 咽了气 我们把你扔外边你乐意啊 叶开 你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能因为人家嘴里少了一口气 你就瞧不上人家是不是 是啊 哥 我知道这个地方呢 地窖里有好几口棺材呢 我们只是给他们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嘛 等以后有机会啊 再给他们安葬 是不是积德行善了 是啊 这些棺材富裕得很 要是大家都有兴趣的话 可以提前预定 过期不后啊 对啊对啊 过期不后啊 过期不后啊 过期不后 走喽 阳间桥跟阴间桥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七寸的宽来万丈的高 小风吹得摇摇摆 大风 等等等等等 什么东西啊 啊 这什么呀 哟 这是什么呀 御龙郎君亲戚 御龙郎君哪 御龙郎君是谁啊 是谁啊 御龙郎君不认识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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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桃花娘子他们的朋友啊 朋友 是不是老乡好啊 桃花娘子刚刚尸骨未寒 咱们就不要再拿他们 开玩笑了 我也只是猜猜嘛 从这封信上来看 它只有名字 没有地址 看来桃花娘子 是要直接交给本人的 可是 不管这御龙郎君是谁 看来是收不到这信了 既然是这样 拆开看看 等等等等 人家尸骨未寒 咱们私自拆人家信件 太不地道了 这样吧 你看啊 我猜这封信里面一定是情诗 要不就是家书 说不定也是江湖秘密 算了 都已经成空了 那就只能让这封信 跟这位娘子一起入土吧 好吧 好吧 那这封信 就随这位娘子 入土吧 好 走 走吧 走嘞 走嘞 走啊 猫猫猫猫猫猫猫 断了羊剑 骨一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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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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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等你等得快睡着了 先别着急跑啊 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的十三刀啊 小叶 你可真是神机妙散啊 今天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你知道你同伙怀里揣着一封没打开的信 一定想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 看看是不是对你不利 这就叫做贼心虚 怎么样 听话 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 你可真够狠心哪 唐花娘子替你卖命 你却害怕他害你的计划割起 所以杀了他灭口 若是桃花娘子身上 真的有一封遗书的话 估计写满了骂你的话 你不是会穿墙遁地吗 唠一手看看 来 再来啊 来 再来啊 来 再来啊 起来啊 祝你 他 这样 快点 走 走 他奶奶呢 这时辰已经到了 马空群还不出来见我们 这天狗进行杀人该怎么办 就是 我看这马空群就是在帮天狗 有没有看到天狗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我们追天狗一路到这里 他一定摘下面具躲在你们当中 也看 你倒是说说看 天狗在我们当中 这话你可要负责任 你说说看 天狗是谁 马大小姐 有没有看到谁是刚跑过来的 所有人都聚在这里 混乱得很 根本就看不清谁先来后到 马空群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一天之内抓到天狗 不然就挥刀自尽 作为堂堂的武林盟主 他说话不能跟放屁似的 对 咱们别跟他们废话 马空群不动手 我们帮他 对 对 走 走 帮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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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谁敢 谁 姓元的 这里可是万马堂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 马空群的命我今天拿定了 识相的都给我让开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有什么话 跟我手中的刀说吧 coy Nord 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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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秋云 你身为四大名门袁家的掌门 现在你带头作乱 该当何罪 马大小姐 这个江湖不是你们马家一人的 不能因为你们马家想活命 就连累大家 跟着你们一起送命 信元的 我爹以前待你不保 你现在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我看 你是早就惦记着我们马家的地位了吧 哼 我只知道 这个武林 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撑腰的人当盟主 缩头乌龟 哪里都找得到 好 我就替我爹教训教训你 爹 哼 哼 嗨 哼 哼 哼 嗨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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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求你别伤害马姑娘 孽障 你是不是看上这个女人了 好 好 今天我就帮你断了这个练项 爹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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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别说 这出戏还挺精彩 圣诞尽末 有门有门 一定是落到的时候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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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вою Initiative 不要光 居住 居住 大小姐 林幼稚 快去救大小姐 大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你们都住手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 跟他们没有关系 不要为难他们 叶少侠 麻烦你带我女儿离开这儿 这里交给我 不 爹 我不走 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灵儿 快离开这儿 你放心吧 爹会去寻你的 不 我不走 叶开 你还记得你答应我的话吗 记得 请你带他离开这儿 这儿交给我 爹 小燕 他 他总爱多管闲事 我不走 小燕 你有多管闲事 天 小燕 大红群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有什么事冲我来吧 好 既然你了不牵过 那就拿命来吧 可受 小燕 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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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开 把我穴道解开 好点了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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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云在天确实跟吴沧海斗过十几个回合 但吴沧海使的是没有锋刃的双减 怎么会伤到他的手 是啊 难道是他就是他 谁啊 风鸥雪 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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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退下 退下 都给我退下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 跟他们无关 我马空群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 凡以为一切都看得透彻了 到今天我才发现 其实我看错了很多事 看错了很多人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命 可以换回你们的安全 请你们放过我的家人 放过我的兄弟 我愿意达成你们的心愿 马到老板起慢 来 爹 天狗我们已经抓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天狗我们已经抓住了 你放下刀吧 在哪儿 就是你万马堂的幼使 云在天 好好好 这怎么是 云在天 是啊 这怎么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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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赵氏的凶手我很感激你 但云兄可是跟随我多年 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马大老板 谁说跟随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 就不能在背后捅人刀啊 大哥 是可杀不可辱 他在这里污蔑我是凶手 就是侮辱你 侮辱我们万马堂 幸福的 我今天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 我也不允许你在这里 侮辱我们万马堂的名声 你先不要冲动 先让傅公子把话说完 大哥 云在天 你暗中拉拢桃花娘子 围你的左膀右臂 又买通了万马堂几个马师 成为你的帮手 在婚礼之上 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演了一出戏 让所有人都演 二十年前血系梅花庵的凶手 又回来了 慕容公子 来 别 你 你 当时你假扮慕容明珠 走到喜宴时 然后利用烟雾做账 和隐藏在暗处的真正的慕容明珠的尸体 做了个吊工 嗯 伯侯雪说的没错 丁姑娘告诉我一件事 婚礼之时 慕容明珠不慎摔倒 衣服上刮掉了一道流苏 我们仔细检查过尸体 衣服完好无损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 我们面前曾经出现过两个慕容明珠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杀掉慕容家的剑客 易龙城纵火行凶的样子 毁掉慕容明珠的尸体 一派胡言 你们可以在这里编故事 大家会相信吗 我倒是想听一听 这故事好像挺有意思的 大哥 云彩天你说过 每过一个时辰 你就会从来宾中杀掉一个人 其实你每杀掉一个人 都有你自己的目的 你杀掉慕容明珠 就是想要马家和慕容家反目成仇 而接下来 就是白鹤堂的堂主 左天鹤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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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